事情其实就发生在上个礼拜 我们国防部军方宣布说 他们侦测到海峡中线 有多少的解放军的军机 在海峡中线跟西南空域里面活动 它里面国防部的新闻稿 或发布的内容只讲到殲-16 还有其他的飞机 没有提到殲-20 之前有吗 没有都没有都没提到 从来没有过对不对 然后第二天央视就播报新闻出来 说他们有在台湾海峡做警巡 其中包括殲-20 所以真的没有 对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说我们的雷达系统 无法侦测到殲-20 为什么我很肯定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我们的雷达系统 能够侦测到殲-20的话 我跟你讲蔡英文政府 一定敲锣打鼓 一定跟全世界发表爆炸性的新闻 我们台湾轻而易举的 就侦测到解放军所谓的逆中战机 对这合理 这是何等可以吹牛的一个什么 一个成就 那因为侦测不到嘛 点点 结果真的有来 而且看起来是一直都有来 他没有办法去提出证据 说他有没有来 那可是央视就把实体的证据告诉你 我是几点几分飞到哪里去 所以你就没话讲了 那就是简单来讲证明说 殲-20真的在台湾海峡空域里面 可以如入无人之境 那这一点 这个台湾军方就要很警觉 为什么 你如果雷达侦测不到他 你的防空飞弹有什么用啊 对啊 就没用了嘛 你总不能说 你总不能说把防空飞弹 当那个机关炮一样 乱乱打 把机关炮给打成弹幕嘛 防空飞弹没有办法打成 怎么可能打弹幕 那个很贵耶 台湾也没那么多飞弹好打好不好 所以对于台湾的防空王 如果我们的这个防空阵地 或者是像爱国者飞弹基地 天宫飞弹营 在殲-20侦测不到底下 突然之间被殲-20给歼妹了 那一点都不必意外 因为你就是看不到 那令人纳闷的 我们的飞弹系统看不到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飞弹系统 比如铺路爪 是美国人在控制的 好像美国人也没看到 那就表示说 这个殲-20 在这个逆中的技术跟能力方面 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那它里面讲了说 它2011年1月11号成功首飞 但是它实际上服役的时候是2017年 也就是2011年到2017年 它整整还改善了六七年 那2017年全面部署 它预计的未来可能会生产700架 所以这样一个数目的话 表示说解放军 在这个西太平洋的空域里面 有了一个绝对的优势 有了一个绝对的优势 那你美国说要F-35 这里面碰到很多的问题 目前F-35在西太平洋地区 至韩国有 那韩国还抱怨说 2266什么200多项机械出问题 就是妥善力太低 不是说它没有逆中能力 而是说我五架大概平均 能够随时出动只有三架 另外两架要轮游修理 而且之前就出事啊 摔摔摔在地上啊 出去回来又马上要维修 所以对韩国很大的困扰 所以韩国媒体也自我幽默说 我们刚好买到了礼拜五下午 墨西哥工人装配的战斗机 赶得下班啦 赶得下班 那日本不买F-35 注意到日本想要发展自己的F-2 但是F-2要出来的话 可能那大概六年后 十年后的事 有得等了啦 有得等了 所以等于西太平洋地区 只有美军有 但是美军在这方面呢 目前还是靠F-22 想要偶尔跑到日本去晃一下 因为其他的基地并没有 并没有F-35 有的话就是在他的 航空母舰上面可能有 舰载机啦 舰载机 所以不得不说 这个大陆上的歼20 是真的有两把刷子 可是不要忘记哦 大陆不只有歼20 它还有轰20 那是 它的硬有20 20系列 全部都是逆中的 那这种逆中的 它技术不会停留在原位 越新出来的逆中战机 它的效果越好 然后稳定性越高 战机这种东西 跟一般的飞机不太一样 它真的是抓了张甩的 所以它的妥善率也好 它的各种所谓的磨损率 都一定要控制在相当高的范围里面去 要不然飞行员出席就回不来了 所以对于解放军前一段时间在围堕演习的时候 美国的军事网站就吓了一跳 它说通常在演习的话 那么多的飞机那么多船舰 一定会有一些故障的讯息出现 因为有电子侦察机在侦察 它说竟然没有 或者至少美军侦察不到 它把它评估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演习 那如果是完美的演习 就会出现完美的战争 那战争的结果就可能不是CSIS评估那个样子 不是它冰推那个样子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暖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